李敖现在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她昨天下午已经抵达了这一次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站上海 相关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就连线到上海的记者林佳慧 佳慧你好 刘芳你好 对我们知道李敖在一会儿稍后九点半就要在复旦大学进行演讲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你其实也已经到了演讲大厅的现场 请问现在现场的气氛你感觉怎么样呢 好了其实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李敖待会儿要演讲的讲堂上 其实呢我们刚刚一到现场就可以感受到现场学生都是非常的热烈期待 我现在所在义夫楼其实现场大约可以容纳500人左右 现场已经是座无虚极了 而且我们在八点多左右到现场的时候呢 在义夫楼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名的学生 大家呢虽然进不了演讲堂来听他演讲 大家都希望能在门外希望能见他一面哦 李敖呢其实这一次呢北京之行他之前有说过 他觉得呢这一趟他在北京有清华还有北大的演讲 他觉得少少的有点缺憾 因为他觉得北大呢是前一张 在清华是后一张 而在复旦呢就是又一张 因此呢他觉得今天的重头戏 他听完演讲以后 大家应该有一个一贯呼应 前后呼应的感觉 因此呢其实呢今天的演讲 李敖昨天晚上是特别通宵挑灯夜战准备一直到一点多 其实我感到非常佩服的一点 我跟李敖做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年多以来呢 我一直对于李敖的记忆力感到相当的钦佩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记在脑子里 虽然呢他的资料是从八岁开始就累积到现在 不过只要讲到相关的讯息呢 他都非常能够随时的把所有东西掌握在脑子里 然后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线索 昨天也是一样 他昨天桌上摆满了所有满满的他要阅读的东西 他一一的仔细阅读之后呢 相信今天的演讲 他不但不用演讲稿 而且还会势必非常精彩 他昨天有讲到 他今天呢即将要讲的有关是中国富强的问题 他觉得台湾独立或者是两岸关系 这问题对他来说都太小了 他觉得中国富强的问题 才是未来大家需要关注的焦点 那其实今天呢复旦大学 已经许多同学都已经摩全插上了 而今天呢同学也说 他们这次呢票系 彼此还各校系来分配哦 那研究生呢都可以 以出现的方式呢 每一个校系有一个研究生 那我现场旁边就有一位研究生 站在旁边陆同学 我们现在来听听陆同学 这次怎么会想来听演讲 他怎么认识李敖的 我们来听听陆同学怎么说 你怎么开始认识李敖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看那个分华卫视的李敖有话说 一直看到现在 然后基本上很喜欢他的这个节目 觉得他是一个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人 然后言辞非常的犀利 讲话非常的痛快 他人感到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都一直非常的佩服他 你有看过他的书吗 没有看过 但是看到一些 就是可能是一些节选片段吧 但是没有买过他的书 那今天好不容易抽到票 一定很兴奋 对非常的激动 有没有很多同学很羡慕你 对对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进来 但是现场的人数非常的有限 大量的同学都是在外面 刚刚进来的时候 外面的人潮非常的热闹 那你今天有机会坐在现场听李敖讲什么 你有没有想要问他什么 或比较想听他说什么 基本上我现在非常的期待他去会讲一些什么 因为之前他在北大和清华都有演讲 然后看媒体的报道先前说 他会在复旦讲就是复旦的黑与白 对对对 然后刚刚你讲到的那个中国的富强问题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所以非常的期待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用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拿一些什么样的素材来呈浸在我们面前 那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机会提问 那你心中有没有想要问他什么 太多了 我也想不好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所以不敢轻易的和他对话 所以只是想听他怎么说 看他怎么说 那你在清华有没有听到他跟同学的对谈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因为看直播的时候 好像会插播新闻和广告 然后印象不是特别深 对 这趟李瑶的神州文化之旅 你有没有一路都有参观相关的新闻消息 会关注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忙校庆 所以没有特别的关注到每一个细节 那所以今天非常期待李瑶到来 好我们谢谢陆同学 其实呢刚刚听陆同学讲也可以知道 其实呢大家今天复旦学生 大家都非常兴望听到李瑶到底要讲什么 毕竟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演讲 那李瑶呢其实在行前呢 他这场三场演讲呢 他其实都花了很多心力来准备 光是题目他在台湾就想了很久 所以因此他最后呢在北大讲了松与井 在新华讲了羊与土 而在复旦他就选择了 因为旦代表白天 因此他在复旦就选择讲黑与白 而李瑶呢今天呢也将会致赠李瑶大全集 给复旦的学校呢作为一个纪念 那详细新闻呢我们凤凰卫视也会有相关报道 刘芳 哦嘉惠我刚才其实已经听到这个陆同学有提到说呢 其实昨天的时候是复旦的这个百年校庆 那么我想呢其实复旦的很多师生呢 可能为了这个校庆的事情呢 基本上已经忙得够呛了 那么为了今天的李瑶这场座谈会或者说演讲呢 请问复旦的同学和老师又做了哪些特别的一些准备呢 例如在问题方面他们都准备提哪些问题呢 好的其实经过了北大和清华的演讲 大家对于李瑶的演讲功力都是非常的佩服哦 因此其实呢虽然这次呢正值复旦一百周年校庆 许多学生都忙着参与校庆 不过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早来到现场 还是许多学生都是起了个大早来到现场呢 希望能见李瑶一面或者亲耳亲听李瑶到底要讲什么 而许多学生呢在听演讲前我也看到了 他们都仔细在阅读有关李瑶的文集哦 不论李瑶写的书或者李瑶相关资料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演讲前呢都能够更掌握 或许呢这样对他们来说呢在听演讲的时候 对李瑶所讲的更能融会贯通 毕竟李瑶学士非常的渊博 常常呢他在讲的时候会引进句点 触类旁通或者是前文贯通 所以因此如果对他的详细资料更熟悉的话 相信对听懂他的演讲的内容会更有帮助的 刘芳 好谢谢嘉惠来自复旦大学现场的报道场 那么之前呢我们和记者林嘉惠的连线呢 他也告诉我们呢其实在现场呢 所有的同学大概500多名同学 现在已经在会场坐满了 坐无虚席 他们也非常关切的等待着李瑶现在进场 现在看到的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现场的情况 我们看到呢随同李瑶的还有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以及复旦大学 本年校庆的欢庆和庆年的高厂 属于万纪的海内外校友和贵宾 云居复旦校园 欢庆复旦这一盛大的纪论 在许四年年之中 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这就是以特例度行而非常海内外的尼瑶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对尼瑶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 给我们的孝庆增添了一彩 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先介绍一下银江台商几位先生 第一位就是大家两目以久的尼瑶先生 第二位是我们复旦大学校委员会主任 青少德博士 第三位是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 总裁刘昌乐先生 我叫江一华 是我们校历史系一名教师 现在带来能问学院院长 现在先请尼瑶先生 青少德教授 牛昌乐先生分别就座 你不讲话就跑 我先做 我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 很早就注意到尼瑶先生 在1961年他还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就出生的时候 就因为撰写了不中载胡适 以及胡适的经历和著作两篇文章 充分肯定了胡适作为新文化不中载的历史工具 为正处于当时过敏了一批御用文人为公中的胡适打包不平 而展露头去 在我在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 是将尼瑶先生看作继胡适 阴海光 雷正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继承载 光霸载 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 尼瑶先生曾经被胡适评为 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作为一个坚持思想和说出自由信念的一个顽强斗士 尼瑶先生身上任务多年 但是这些力竞只更垂涅了尼瑶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 他说撰写的传统下的杜布 杜布下的传统 孙中山研究 蒋教授研究 蒋经国研究 郭明朗研究 张晓林研究 雷正研究 穆带皇帝研究 孙力仁研究 二百研究等等 都自然用试试 有大量第一手 他说掌握着珍贵的资料 打破其他人制造的种种神话 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 这些著作既是史论更是正论 这些著作是尼瑶先生成为现在中国自由主义 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作为思想史研究者的一定看法 也不一定很准确的为盖棺 尼瑶先生他的成就 尼瑶先生的著作整身 他有极为鲜明的多的构性 一贯敢于使全人说未识 向全人说未识 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已经在大陆正式挫板 能不能通过这些著作 还通过凤凰卫视 尼瑶先生的专题积目 正在进一步速写尼瑶先生 尼瑶先生今天已经整整气色 是所谓古兮之年 但是我昨天晚上去看他 看他跟他13年前 我跟他在台北中央研究院 去处合同中心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看他几乎没什么改变 虽然连于古兮 但生理状况我看还像中年 而他的精神 他的思想 他只能保持着年轻人的犀利和互利 今天 尼瑶先生演讲的题目是 中国人文的机会 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 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后 所作的第三场演讲 中国正处在从古代文明下 现代文明转折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怎么样充实重视 充分重视人文的发展 是我们大家一直关心的重大的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文化论 九十年代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放断于我们的复旦大学 这南朝修行力后 最初都是由复旦大学典能起来的 今天参加尼瑶先生演讲会的包括我们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其他学校的许多教授 青年学展 波士生 苏士生 和本科生 我相信 我相信 李奥先生的演讲 必定会受到 富大人的热力欢迎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欢迎你到现在演讲 咱俩主任 你本来答应我 你要讲几句话的 要不要上来讲几句话 谢谢你 江老师 秦老师 秦老师 我被他感染了 被他感染了 刘老板 刘长乐先生 感谢你 没有你呢 今天我不会站在这 江院长是我的老朋友 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 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 故意的学术化 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 跟他坐在一起 其实我跟大家说 他讲的太长了 并且他的普通话讲的不够好 学问一击棒 语言不好 我跟大家说 我最怕这种讲堂 原因讲 作为一个演讲的人 他要很礼貌的照顾到每一位 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 可以很以老卖老的说 我看过的上海 你们都没有看过 远在56年以前 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我看到一幅景象 就是在这个外滩 在这个银行面前 上海的警察 骑着大马 手里拿着皮鞭 打群众 群众怎么来的 清早五点钟 戒严的时间一解开 四面八方 涌向上海的银行 干什么呢 去挤兑黄金 买黄金 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 搜刮了人民的财产 用金元券搜刮人民财产 就是说 你有家里有黄金 除了你手上的金戒指以外 全部要向政府来兑换金元券 如果不对换 被抓到以后 钱没收 黄金没收 人法办 这些黄金 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 忽然一夜之间 他要卖出来了 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 到外面卖 可以卖二两的价钱 所以 上海人疯了 就拼命挤兑的黄金 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 叫做空中堡垒 就是骑着大马 拿着皮鞭 就这样打 打都打不散 我亲眼看到 一个灭亡的政府 一个亡调的中华民国 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跟他们一起逃到台湾 当时我没有选择权 因为我只有13岁 我跟大家说 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 56年以后回到上海 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 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 你们都没有看到 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 可是对我而言 我才知道 国家的富强 是多么的重要 尤其在上海 我看到了 请鼓掌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 讲演是分三场 刚才江源展给我定的题目 都是假的 我真的题目 是三个定位 第一个定位 我在北京大学要讲 金刚怒目 我在清华大学要讲 菩萨迪梅 我在复旦讲什么 要讲尼姑斯凡 为什么要讲尼姑斯凡 讲到我们理想跟现实这一面 在园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 挖苦尼姑的那些画 小尼姑 年方二八 正青春 被师父削去的头发 对 他看到那小孩 小年轻人以后 他把眼看着 砸 砸把眼看着他 就是没来眼去 为什么呢 私凡 为什么要私凡呢 就是比较务实这一面 人 一个匈牙利的反共的作家 当年是共产党 后来脱离的共产党 叫凯斯勒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下午的黑暗 下午的黑暗里面 就讲到老共产党被整肃的时候 要枪背他的时候 他最后跟整肃他的 年轻的共产党说 儿子 你们休想 硬把天堂造出来 可是大家想想看 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 照着邓小平的说法 他在四十五岁以前 花了二十年时间去打仗 可是在四九年以后 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 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 其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浪费了 为什么浪费了 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 什么原因 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 汉朝有一个皇帝 你们都叫他做汉高祖 是错的 应该叫做汉高帝 院长对不对 应该叫汉高帝 汉朝的皇帝是高帝会帝文帝景帝 武帝昭帝宣帝 元帝成帝哀帝平帝 卢子英王莽 还没完 光武帝明帝张帝和帝商帝安帝 顺帝充帝 智帝还帝 灵帝现帝 现帝就是三国了 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多么好吗 汉高帝刘邦 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 痛恨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来的时候 知识分子戴着帽子 一把他抓下来 干什么 放到自己下面 小便 叫尿如棍 把你知识分子戴着帽子擦尿 为什么 看不起你们这些人 打到天下以后 有一个人叫陆家 就跟他讲 说怎么样治国 刘邦说 乃公马上得天下 你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 打到天下的 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 陆家讲了一句话 说你马上得天下 你不能够马上治天下 马上治天下 需要专业人才 这个专业人才 我在北京的时候 是说出自清华 当我到上海的时候 就说出自复旦 因为没有专业人才 用爱国的热心 拼命想把天堂造出来 所以我们付了代价 可是我们又回头想 我们有没有机会 建造一个天堂 当方法对的时候 当时来运转的时候 我们觉得真正有一个机会 可以造出天堂 大家想想看 有一句外国话 叫做Chinam's chance 中国人的机会 这句话是讽刺的 是看不起的 是美国过去在西部 淘金时代 讲的一句话 是中国人的机会 中国人的机会 就是很渺茫的机会 你只要你变成中国人 就没有机会 可是现在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有机会 不但中国人有机会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字 都有机会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过去我们一个印象里面 刻板印象 中文是很难学的 中文是很难认的 不是吗 这中文阻碍了我们的发展 我们伟大的共产党 曾经努力要消灭这个中文 叫做汉字拉丁话 成功了没有 失败了 共产党这么多年来 努力的 只造成了一个简体字 成功了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简体字 面对现代的电脑的时候 它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 当中文 你不去写它的时候 只是认它的时候 中文很容易学 我告诉各位 中文是全世界 最简单的文法 大家讲不到 中文是这么好学的一部分 从文法而言 是非常简单的文法 春风又绿江南汉 这个绿色 一个绿 可以形容词 当动词来用 红的樱桃 绿的芭蕉 形容词 当动词来用 莫等贤 薄的少年头 白字 是形容词 当动词来用 我们中文有这么 优秀的转变的能力 各位大家知道吗 这种东西 大家过去说 方块字落伍了 中文不遗余发展 要消灭它 可是大家 想想看 我们今天 要不要消灭它 发现忽然 中文 咸语翻身 怎么翻身的呢 就是因为 有了现在的科技 当打字的时候 发现 一个字 一个音 是最好的 一个输入 最好的一个输出 当 我们知道 中文里面 有很多同音字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困难 可是我们把它解决 我李奥穿的衣服的 一字 有一百五十六个字的 同音字 中国字发音 只有四百一十四个音 在城市 毫不如李奥的里字 利利利利 熬字 熬熬熬熬熬 在城市 大家知道吗 一千六百五十六个音 有的还是有音 没有字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有赖于 复旦大学 在面对 我们中文把它 发扬光大 为什么 消灭被了了 为什么 它有那么厚的文化基础 为什么 它有十万字的书 古书 在我们背后 它不是埃及文字 也不是巴比伦文字 中文是个活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英文 英文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它是个地方语言 是个德国式的 它是德国式的一个图语 所以英国那个时候 国会开会讲法文 教堂祈祷讲法文 大学讲课讲法文 高等人士吵架讲法文 可是当英国人 除了威克里夫 除了莎莎比亚 除了约翰生 除了这些人以后 使英文越来越变得 是个强势的语言 到今天 英文变得这么强势 直接威胁到 全世界的各国语言 包括法文 包括我们中文 可是 当现在电脑科技 出现的时候 英文威胁不到我们 我们发现 有这么好的基础 来发展我们的中文 并且发展我们中文的思路 所谓中文的思路 就是过去因为 中文的字不足 常常用四个字的成语 来表达思想 所以大家都知道 常用这个思想 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 很好的文字 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 大家 夺门而出 请注意这个夺字 大家抢这个门 这个夺字 非常有力量 我李奥讲演讲得好 你们感动了 眼泪 夺筐而出 用眼泪太多了 想着出来 这个看到问题 我可以迎刃而解 大家注意 这个迎字 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望风而逃 大家注意这个望字 中文有它 极好的一些特色 我跟大家提醒 同样的 中文的意境的表达方法 我必须跟大家说 虽然你们的国民很好 的确赶不上我 为什么赶不上我 因为你们缺少一个窍门 什么窍门 就是我有一个本领 把任何抽象的东西 具体化 除了搞数学以外 搞文学 搞语文 要把它具体化 比如说 我在这里 我们描写 老中青三代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描写 我会说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注意 关心的是大小 当我中年以后 关心的是长短 当我老了以后 关心的是硬软 你们懂吗 人生阶段是这样分的 刚才我去一号 大家知道吗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 去了一号出来 大家知道 我们男生 这裤子 前面有个拉链 拉链前面有个 布盖 盖住这个拉链 那块布条 英文叫做fly FLY 上映高皮球 都叫fly 可是那布条 也叫fly 所以干脆说 Your fly is open 你那个拉链没拉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 常常小便出来 就没有拉起来 可是当我七十岁的时候 常常不拉起来 不拉就小便了 大家知道吗 用句子的方法 描写我六十 描写我的七十 大家知道 是多么重要 当我们说 这个小孩 这是女孩子 这是老头子 这不是好的中文 当我们说 这是红颜 这是白发 虽然变成烂套 这才是好的中文 用四个字的语言说 现在我在 以老卖老 大家想看 以老卖老的四个字 多么有趣 以是靠着老 可是也是大不大样的 好像坐在椅子上面 这个样的 像 表演 这就是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中文 有它的好的语言 有它好的表现法 有它好的意境 并且 当中文 电脑化以后 我们才发现 简体字不好认 繁体字好认 它有根据的语言结构 出来的 它好认 当我们不写它的时候 它就好认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们要不要 把中文的这个优点 用结合现代科技 把它开发下去 我们有很多意境 是洋人所没有的 好不 英文有一个字 叫AJAR 就是 好不 DAJAR 就是门是半开的 中文没有这个字 可是我们可以用英文的意境 所以我们写出西乡记 说代月西乡下 迎风互半开 一墙花影洞 仪式与人来 这是我们中文的意境 好不说 宋朝的皇上古 他告诉别人 他忽然说 香来了 大家朋友 一听说香来了 每个人都这样子 他说不对 都是香气 这样闻 就不是香气 香气就是说 你坐在那 忽然一股清香 到你的鼻子里面 香气主动 你是被动 你这样感觉出的香气 才是真的香气 大家知道吗 这么细腻的感觉 我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 可以看到 同样的 黄山谷也说 当他被 锁关 被扁关 有一次 到一个城门篓子里面 把他关在里面 不能不许他动 外面下雨 他人出不去 他把脚伸到 从窗户伸出去 那个雨水 淋入他的脚 他说我生平 从来没有感觉 那么快乐 大家想到这个意境吗 这是一个 这种了不起的意境 所以我们在 中国的文字里面 中国的语言里面 中国的思想里面 可以保留 这么多的意境 用现代的科技 我们把它 发扬广大 我讲的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当有一个东西 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美国有一个文学家 叫马克吐文 这孙子一辈子 赚了很多钱 可是都造假掉了 为什么 喜欢投资 想发财 可是每次投资都失败 最后来了一个人 说我有一个玩意儿 你这边跟他讲话 隔壁就听到了 就是电话 可是马克吐文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不要投资 所以他就失掉了这个机会 一辈子要投资 最后碰到一个 最该投资的 他漏掉了 这就是机会的问题 我认为 今天我们造为到了 一个好的机会 中国人现在面对一个机会 我常常说 过去从来没有碰到 这么好一次机会 今天我们碰到了 我们要珍惜这次机会 有人打我李奥主意 说你到了北京 你要骂共产党才过瘾 有的人也打我李奥主意 你到了北京 你要捧共产党才过瘾 我李奥是跟你们玩的 我刚才在车里面 跟刘昌乐老板说 天行有常 力深有本 我们这种人 该说的就要说 该说对的就要说对的 该说错的就要说错的 可是大家知道 讲话要有技巧 讲话硬邦邦的讲话是不好的 所以我给大家才亮了三首 第一次讲演 金刚怒目 第二次讲演 菩萨迪梅第三次 尼姑思凡 为什么要思凡 就是说那个理想 是要佛教的整个精神 就是女的下辈子要变男的 男的下辈子要变成佛 这是佛教整个的精神 女生下辈子要变成男的 这是尼姑的理想 可是现实上面 他觉得灯红酒绿 花花世界 觉得很遗憾 就是现实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不要再谈理想问题 可以谈一点现实问题 美国有一个报纸 办报的人 叫ABBOTT ABBOTT 雷曼 阿布 他晚年的时候写胡一录 他说他爸爸 他爸爸是个写儿童书的作家 临死的时候告诉他 他对他爸爸感觉到 人间的所有教会的这个争执 宗教的争执 90%都是宁慈之争 这个小ABBOTT 老了以后 他回忆这段话 他说我回忆 我爸爸告诉我 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 90%都是 宁慈之争 他说我发现 我爸爸数学不好 原来最后那10% 也是 宁慈之争 我们现在开始故事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是有名的 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我到了祖国 我公开宣布 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 为什么 因为自由主义 它本身是虚无缥缈的 从十几世纪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自由主要 所要的 就是落实 一部分就是说 对我自己 我自己反求助己 我能够心灵上 获得解脱 关着门 跟自己干的 一出门 什么 就是跟政府的关系 我要政府 给我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出版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 在复旦大学 公开演讲的自由 这就是 跟政府干的 可是大家想想看 当这些东西 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 谁还要自由主义啊 我要宪法 我不要自由主义 同样的各位 共产主义也是如此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理想 各尽所能 各尽所需 这当然是最好的理想 我们中国 《礼记》 《礼运》里面所讲的 货物期期欺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礼物期》 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前一句 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 后一句就是各尽所能 这个理想 佩然莫之能欲 人类最好的理想 可是我必须说 没有经过人类贪婪的这个过程 这个理想达不到 什么贪婪 就是我做工 做得多做得少 薪水跟你一样 我就脱死狗了 人类这个贪婪的 遗忘出现了 我就不努力做工了 我就敷衍了 我就上班以后 剪指甲 看报纸 打遍 全来了 怎么样可以鼓励别人 只好鼓励大家 就邓小平所说的 让一部分人先发财 再让别人跟着发起财来 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欧气 可是事实上 这就是人性 当我们知道人性以后 我们会用务实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民事之争可以少一点 自由主义了 共产主义了 这些话可以少说一点 高兴的时候说几句 或者说做研究的时候说几句 可是我的意思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邓小平说 下一代的人比他聪明 真的 你看看邓小平 这一辈子 45岁以前 打了22年仗 45岁以后 有20年 走错了路 然后他有机会 来挽救这个局面 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 没有遭遇这些麻烦了 所以我们也感觉不出来 这些困难了 现在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不在斗争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对我们是多么 珍惜的一刻 有人说 不在斗争吗 他们也看 勾心斗角 大家知道 勾心斗角 出自杜牧的 阿邦公赋 我们叫做阿房公赋 他说 上面那些东西 那些建筑物 各报形式 勾心斗角 本来是这么个典故 现在我们说 勾心斗角 难免会有 争权夺利 难免会有 为什么我说 我这回来 要看看秦城监狱呢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 看不到政治犯了 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所以我跟大家说 听我讲的话 我已经其实开外了 我已经垂垂老去 我讲话 我赞成什么 我反对别人 什么 我敢说 绝对是独来独往 我不受人左右 可是我再讲一遍 我会讲的 该凶的时候 凶 该温和的时候 温和 该开玩笑的时候 我会开玩笑 可是当你笑过以后 请你想到 你的眼睛里面 可能有泪 大家看看两天前的文汇报 大家没注意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香港有60位的这些港仔的委员 有一位 为出席 就59位 他们其中有三分之一 他们是跟我们 或者说跟北京政府做对的 口口声声民主 北京政府可能说不出口 我李奥回子说他说口 你们争民主对不对 对 可是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争取 为什么97以后 英国人把香港还给了我们 你们才争取 争取民主是好的 可是争取的太晚了 这批人 我把话说破 大家知道了 有三分之一 可以到外国随便走 可是广州门口 把他挡住了 你不要到内地来 大家向住了 所以香港有三分之一的议员 主张民主的议员 来不了祖国 看到没有 两天以前 他们可以来了 并且欢迎他们来了 中央政治局的大员 亲自欢迎他们来了 大家注意到什么 注意到 当我们有机会 当我们有信心 不要以为共产党不会开放 我们认为他会开放 我们逼他 哄他 骗他 劝他 推他 他会开放 我告诉你们 在座的 喝茶的秦主任 秦主任 赞成我的话 我讲了这些 讲到中国禅宗的语言 就是 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 逢罗汉杀罗汉 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杀人呢 不是杀人 他是消灭你的思想 我的思想影响你 消灭你的思想 所以过去 林肯总统说 他是我的敌人 我要消灭他 过了几天 他跟他的敌人 拉着手在走路 人家就问林肯总统 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你不是要消灭他了 林肯总统说 我不是已经消灭了吗 敌人不见了 变成我的朋友了吗 我跟大家说 中国的孟子那句话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少说一句 时髦不能动 这才真的是大丈夫 什么叫时髦 对着那些 希望你 说他好话的共产党 赞美共产党 是时髦 对着那些 居心迫测的 国际坚人 台独分子 美国帝国主义者 小日本帝国主义者 对这些人 你骂共产党 这是时髦 这样能活吗 我不这样 该说就说 该骂就骂 可是该讲你的 我是很讲究技巧的 没有技巧 是不好的 清朝的 龚廷安 有名的诗人 很有才气 他可能因为 跟别人通奸 被本父 堵死了 他有两句诗 叫做 科以人重 科以重 人以科传 人可知 我给大家讲讲看 科是什么 科是科举 好不说我做了秀才 我做了汉林 我做了状元 这是科 我有这个头衔 科以人重 科以重 就是 我是复旦大学 毕业 请大家注意啊 可是 科以人重 科以重 就是 可是这个复旦大学 我今天 我变得有名 我是毛泽东 复旦大学毕业 因为毛泽东 反过来 影响了 这个头衔 影响了 复旦大学的 这个头衔 也跟着重了 科以人重 科以重 这个头衔 这个名气 因为人重要 也跟着重了 可是 人以科传 人可知 这个人什么都没有 说 我是复旦毕业 人以科传 靠着这个头衔 来鬼混的 这种人 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知道了 科以人重 科以重 人以科传 人可知 我这意思是告诉各位 你们不但要 从复旦出来 还要超过复旦 这样子 由于你们的光芒四射 对你们的学校 才真正的回馈 我今天讲这些话 大家可能是最后听到了 因为我已经垂垂老去 我要讲的话 今天 我的三场讲演 结束在今天 就是跟大家 搞不好 就是做最后的告别 为什么这么悲观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听送我一千块的那个胡适先生讲演 我听了以后啊 八个字 不可不听 不能再听 为什么不可不听啊 那么有名气的大学者讲演 怎么能不听呢 不可再听 第二多次讲 还是那一套 就是 我算是学问最大的 我告诉各位 什么原因 我没有什么杂物 一天关着门 自己在 自己在进修 所以念书念的比 他们全多 所以我跟大家说 以我这种成熟的智慧 请大家注意 你们老笑 我告诉你 路放温路由的一句诗 尊钱作剧 莫相笑 我在你们面前 在酒杯面前 我跟你们开玩笑 你们别笑我 尊钱作剧 做恶作剧 莫相笑 你们不要笑我 我死诸君死我狂 我死了以后 你们想我 想的发疯啊 我跟大家说 我今天在这 跟大家讲演 我所要说的 就是 你们要保持一个 非常清醒的头脑 容我讲一句话 在祖国的朋友们 在科学上 在技术上 自然科学上 都非常优秀 在人文科学上面 考古这些方面 也优秀 可是我必须说 涉及思想层面 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的 我们祖国的朋友们 这么多年来 吃亏 原因 不是别人 就是马克思 因为你要 一定要打着马克思的招牌 才能现在发挥演绎 才能发挥学术论文 我认为 这是一个错误 所以现在很好 我们现在已经想通了 知道 马克思离我们远一点 我们现在想通了 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情 真正的 自由开放 就是 我们真的 不受人家来骗我们 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 来辨别 可是我必须说 我们祖国的朋友们 在社会科学 涉及这方面思想方面 吃了亏 被压住了 被盖住了 被捂住了 我希望 经过我这次演讲 特别提醒大家 马克思 再见了 各位我给你讲 今天复杂大学 100岁 你们知道 100年有多少不同吗 你们穿的鞋 有左右脚 我告诉你们 100年前 不论中国人 外国人 穿的鞋 不分左右脚的 想得到吗 这个小的 事情不大 可是你知道 百年之间 有多少变化吗 我们 复杂大学的 真正的创办人 马向伯先生 他自己活了100岁 100岁老人 他可以经历 这些精神 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活100岁的人 他们什么感觉 美国的罗斯副总统 任期很长 他有三个副总统 第一个副总统 叫做加德纳 嘎那 第二个是华莱士 第三个是杜鲁门 加纳是个大胖子 又抽烟 又喝酒 又超体重 活100岁 所以说 所有卫生的原则 对他都不适用 这些活100岁的人 从马向伯到加纳 他们要看到这些 时空流转 什么感觉 别以为我喜欢 听你们 看你们 复旦大学100岁 早在几天以前 一个100岁的人 吸引了我 在今年的9月18号 知道一个人的100岁吗 他没有活100岁 可是他是他100岁的名单 他的名字叫做 家宝 你们不晓得他是谁 当年的瑞典美人 家宝 当年大明星 他把他自己毁掉了 在风华正报的时候 在演过茶哈女的时候 在全世界男人为他疯狂 女人对他嫉妒的时候 他飘然退休了 走在纽约街头 就一路走下去 由青春走到白法 后来死在纽约 他就是家宝 我的大姐二姐 你们还记得他 当然 所以家宝对我的吸引力 超过复旦大学 可是 我的一个笑话 也许引起你们的兴趣 一个老兽星 活了100岁 他很别扭 他要分解诸寿 一段一段诸寿 他对他的眼睛说 眼睛啊眼睛 Happy Birthday 100岁了 对他鼻子说 鼻子啊鼻子啊 Happy Birthday 100岁了 最后他一低头 他说 你要是活着 你也100岁了 感谢院长来开 昨天来看我 他走了以后 我背后讲他坏话 我跟刘老板 跟我们王院长讲 我说这个是书呆子的 我佩服书呆子 可是我可干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只好拖累了这个事情 在外面 闲云野鹤 所以我在你们大学里面讲话 你把我变成学术演讲 我真是惭愧 可是我不能不说 实在不是学术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由于我的讲演 能使你们从此 有一个警觉 会对你们一辈子有好处 梁启超 跟康尔维 见面的时候 康尔维对他 讲了一番话 变成师徒两个人 影响了一个世代 我跟大家讲 过去台湾有一个人 叫雷震 办了一个杂志 叫自由中国 办了十年 提倡自由民主 我告诉各位 他的影响力 只在一个人身上 生根发业开花结果 就是我 他只影响了 只影响了我一个人 各位 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 也很好 如果将来你们变成了 国家领导人 由于你们的开明 思想的奔放 知道什么是真的 改革开放 推动他 我觉得也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各位 毛主席 有个有名的词 大家都记得 讲到 人什么是英雄 最后是 讲到英雄的最后 是说巨网易 这些英雄全都过去了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还看我们今天 才有风流人物 风流两个字 又是我跟大家讲的 风流两个字 是坏字 现在我们说 聊这个人很风流 那意思是说 你们把我当成西门庆 觉得我很风流 可是这个字 本来是好字 在唐朝不说吗 我爱孟父子 风流天下文 不是吗 是好字 中国的语言 大家注意 有它的变化 有的字 从坏变好了 好不说 在宋朝 你称呼一个女孩子 说她是小姐 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 你怎么说我是小姐呢 为什么呢 宋朝的妓女叫小姐 可是现在这两个字 变好了 所以就好事 有的字 就变坏了 本来 龟 王八 都是好字 到现在 你说真是王八 那怎么行呢 变成坏了 可是 风流这个字 有点走样 可是 在毛泽东用它的时候 还是好的意思 所以 最后说 属风流 巨网易 别人都走了 什么秦皇汉武 什么唐高宋祖 什么成亲自乃 都滚蛋 巨网易 都靠边站 属风流人物 环看金昭 刘东啊 怎么叫网站 什么的 不有一个 传播的吗 说属风流人物 环看锦涛 告诉各位 我比胡锦涛 大好多岁 在我眼里 他不是总书记 我不让这样看他 就好像我看 秦主任一样 他是秦老师 我觉得我蛮佩服他 比如他长相 他非常好 干 干脱行 所以我的一老大哥姿态 会说 我希望我的小老弟 胡锦涛 真的风流了一点 不是坏事 不但他风流 不但他风流 英雄 格据 金以义 文采 风流 金上存 大家记不记得 唐诗 英雄 格据 金以义 谁要阻止 祖国统一 这些人都没有了 祖国统一了 不再被格据了 可是 文采 风流 会留下来 今天我们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字 中国精神 中国的这种怪物 都留下来 我希望 我跟大家一起 文采风流 和胡锦涛一样 谢谢各位 我补充一句话 我看了一本书 他的作者叫做 江义华 理性缺位的启蒙 就是今天我的表现 不太理性 理性缺位 可是 你们也不是蒙童 可是 我有点启蒙的意思 这是一本好书 跟大家介绍 虽然看了 虽然看了 容易睡觉 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李奥先生精彩的演讲 时间是很短 下面我们留一点时间和大家互动 所以 所以 有些什么问题 提出了 我们可以请 李奥先生 给大家回答 好吧 第一位 这个 您好 李奥先生 很荣幸向您提问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3级的研究生 我觉得您一贯的言论可以用两种色彩来概括 就是灰色和粉色 灰色的是批判 粉色的是女人 我记得您有一位朋友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您一生最喜欢的是女人 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 我愿意相信您对您身边所有的女性都是非常真诚的 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看到平等 我想问您的就是 在您的字典里 女性除了喜欢和追求的符号以外 是否也是您真诚的钦佩和欣赏的对象 另外美国一位很著名的政治学者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世界如果交由女性来统治 将会更加和平 我想问您 在您看来 究竟是男性主导的世界 更容易招致战争 还是女性主导的世界 更容易相失和平 谢谢 我还是站着脚 比较神奇一点 谢谢你 我很怕你问我这种问题 因为凡是涉及新闻性的问题 我都怕 女人当然是可爱的美丽的 可是有一些思想是有问题的 原因就是女人太感情用事 因为感情用事会误事 所以这就是说我所关心的 好不说民主政治 为什么过去有些国家不给女人有投票权 就是因为她感情用事 美国总统威尔森 那么优秀的总统几乎落选 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老婆死了 他在结婚的时候 中间的时间太短了 以当时美国女人的保守 认为这家伙 这孙子是不幸的 是没无情的 就不投票给她 几乎落选 请问这种选民 能够去搞民主政事吗 不可以的 当然我尊敬女人 当然我爱女人 毕竟我承认 女人如果就作为政治领袖 当然是最好的 像英国的切西尔夫人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 有武则天和西太后 谢谢你 我报告副校长 谢谢 你这个包裹我还不敢收 要经过公安检查以后 我才收了 谢谢 我还没答 我必须讲 就是非常感谢你 可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这次回到祖国 我一分钱都没拿 还赔着钱 可是要去海南岛 我们要另外定价 谢谢 再次问你是不是要来 对不起 对不起呀 呀 呀 啊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唐朝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或者习俗 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而且还另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是要努力的去适应这个时代 还是努力的让这个时代来适应自己 谢谢 谢谢你 可能你误会我的一个意思了 我没有想做唐朝人 我是想唐朝人做我 基于你所提到的其他的问题 我必须告诉你 我觉得人村有一个有违主义 什么是有违主义 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做它和不做它是不一样的 我本人是有违主义 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去努力去做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种抱怨 那种说风凉话 那种关着门诅咒 关着门拍桌子打板凳 我认为都不是健康的 同样的我觉得 如果用一种悲愤的情绪 去表达一切也是不好的 为什么我不喜欢鲁迅 我觉得老是横眉冷对 什么意思啊 不好 为什么我不喜欢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 我告诉你 眼泪太多了 这就是邓小平所挖苦的 哭哭啼啼 没有出息 我们是男人 我们不要没有出息 好好好 谢谢 我们就和他一边讲 我这些学者 没有不要动 我这边是一个勤学的东西 姚先生有两个问题 非常值得渐渐 第一个问题 他认为是 我过来的中国 北话我们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别人 这么得起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 他认为自己比老姓高免很多 我请问 你不是这么 有别的 我还没有听清楚他这段话 最好要别人代言 你有口音 二姐来代言 不要耽误时间 你再讲一遍 我还是听不清楚 我还要玩 好好 我来代言一下 可以吗 我请他代言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第一个问题 他说的是 你为什么说呢 你这个是白话文 写作以来的 中国写作第一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鲁迅的问题 你凭什么 为什么来批评一下 鲁迅的思想 对吗 对不起 为什么比鲁迅高 我再讲一下 对不起 谢谢我再讲一下 李敖先生认为 他是有白话文来 五八年里面第一人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五八年来 五八年第一人 好像是个天才 第二个 他认为自己比鲁迅高明很多 我们知道鲁迅是本上 伟大的思想家 请问 你凭什么 将比鲁迅高明 谢谢 好 我用我一点耳背 我这耳朵 我这耳朵常常听不到 对我不利的声音 谢谢 为什么我说 我是五百年来 写白话文 的前三名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我在陈述 一个荒谬 拉丁文有一句谚语 叫做 因为它荒谬 所以我才相信 这件事情很荒谬 所以我深信不疑 这样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你收看 凤凰电视台里面 我这一阵子 对鲁迅的批评 看得比较仔细 我只告诉大家 鲁迅有他的 时代性的功劳 可是 今天我们还抱住鲁迅 我们太落伍了 我们太落伍了 我们觉得 我们不应该这样落伍 大家注意 我其实对胡适 都说得很清楚 我这次花了 三十五万人民币 捐个铜像给胡适 我都说得很清楚 我捐的胡适 是清文化运动时代的胡适 不是跟蒋介石交朋友的胡适 我都把它既定得很清楚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这一点 鲁迅的功劳 我们没有否认 可是 巨网易 属风流人物 还看李敖 李敖先生你好 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 林武法学的同学 我是知道李敖先生在此之前 一直都被看作为是自由主义派的 而且是很多人把你划分为那种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派 而在今天的演讲当中 您好像是非常的推崇中国的文化 而且是公然的宣称您放弃了自由主义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促使了您的这种转变 非常感谢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进步 请大家注意 我来 我是做了买卖 你知道吧 我在跟交换 大家没看到我在交换吗 我用自由主义换什么 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真的要落实给我们看 大家没有看出来吗 我想你那么聪明 应该看得出来 好 再先 后面男的 男朋友是要来的 好 谢谢 喂 我这个不是问题 我就是想 因为李先生您 我知道您藏书实数万策 还有很多这个文献资料 还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 就是包括一些名人的手机一些 您也有很多 就是这个有点小要求 就是想想问问您 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 能把这些资料啊书籍 把它捐出来 捐给我们大学 最好是我们福丹大学 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就是我们江老师在的人文学院历史系 能给我们的资料室 捐给我们 因为我是历史系的学生 所以我 就这个很关心 希望您能够 我都能 你不是历史系的学生 你是商学系的学生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您写的 前几年说要写的两本书 都不写了 都不写了 我都不写了 我的脊椎疼 不能够写了 我也写了一千五百万字 今天要捐给贵校的礼物 就是就李敖大拳击 这样四十本 我只带来两本 事实上我写了八十本 三千万字 要写的都差不多了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叫做李敖大拳击 不说李敖拳击 像鲁迅这样 为什么要那个大字 为什么你那么拽 你那么神奇 那么不谦虚 我告诉你 我已经很谦虚了 我叫李敖大拳击 没有叫大李敖拳击 李敖先生 我是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的 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 首先感谢您今天 对我们的母语 汉语的这种深切的关怀 因为我们全国高校 唯一的语言文化报 就是我们复旦语尾创办 并且一直坚守到现在 那么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一个跟刚才这个男同学提问的有关 就是前人说 读古书 如何应数而已 那么我看到 您是以有牙之声 随无牙之旅 能够呢 在很多的领域都有探求 特别是 比如说美中国美术史啊 您也有深入的这个考据 我提的问题就是 如果您要创办一所大学的话 您准备提出一种 什么样的校训 来作为对青年后学 这个的忠告 第二呢 就是刚才您讲到了拱定安 必习未闻文字语 著书都未道良谋 这是拱定安的精神困境 神州白发两飘销 牺牲中纪莫玄琴 这是马一福的精神困境 您认为当下的人文知识分子 他面临的一种 最严峻的精神困境是什么 又如何寻求这种 突围和救赎之道 好 谢谢 刘欧欣 我跟各位说 司马光写资质通线294卷 写好以后 给每个朋友看 大家都睡着了 所以啊 院长不要太难过 只有一个朋友叫王胜之 虽然勉强看过一遍 我讲这个故事 是告诉大家 我向院长 特别质疑 你不要太难过了 司马光接近后进的时候 他先问你 你家里有没有钱 大家很奇怪啊 说我们的国务总理级的人 怎么见面问这么小的问题啊 这么不上路的问题啊 怎么问我家有没有钱呢 原来司马光就考验你 家里没有钱的人 就是弗兰克林那句话 两个口袋空的人 腰板占不值 占不值 什么原因呢 你没有竞争的能力 金钱是一种力量 竞争的力量 说我不在乎 我不要钱 我像阎晖一样 一旦是一瓢瘾 人不堪欺 然后回不改其乐 可是32岁 劳病鬼 死掉了 为什么 你没钱 还有 如果你阎晖结婚了 你儿子得了盲长严 需要开刀 你要不要求爷爷 告奶奶 你要不要雙息下跪 你会的 就是说 当你没有金钱的力量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支撑点 所以当时你谈到这么多计划 我很务实的告诉你 给自己腰包里 揣一点钱 才能够谈一切 否则的话 一切都落空 我讲的话很现实 可是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 都看不起钱 看不起经济的力量 像毛主席一样 看不起 至少他搞不好 邓小平骂他 说他不懂生产力 为什么这样子 有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所以今天我可以看到 大家注意到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修改了一条 我们可以有私人的财产 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改变 我们在进步 可是有钱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有钱 第一 第二 先调查你爸妈的钱包 他们有没有钱 如果有的话 就不要死了才给你 先分给你 如果没钱你干什么 我建议你 培养一套安平乐道的人生观 任命 钓鱼 这类的 不要硬撑 否则的话我告诉你 觉得你没有这些能力 而想做这些事情 是很危险的 我告诉大家 当毛主席起来革命的时候 当他没钱的时候 他会碰到那种老式的中国文人 张世昭 送钱给他 大家知道吗 现在谁会送钱给我们 所以我说 我那个时代是遇到一个家话 当我裤子进当铺的时候 胡适送了一千块钱给我们 当然有的人讲风凉话 会说 你拉拢年轻人 你收买年轻人 可是我们想想看 胡适如果不送这一千块钱给我 他还是胡适 他并没有少什么 可是他送了给我以后 大家想不到 在这么多年以后 会发生这种效果 我捐出来 我捐出来一千五百倍的钱 并且要在北京大学 给他立同项 为什么 为什么北京大学 有蔡元培的像 有李大招的像 有毛泽东的像 有马英书的像 没有胡适的像 看到没有 我今天我回来了 就干这个事 当然 党中央人会犹豫啊 我们不同意啊 我说 钱不要退 我等着你 可是别忘了 我七十岁了 我等不了 很久了 我还要去海南岛 好 这边 这边 换个 这边 喂 李先生你好 我是复杂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员 因为我的兴趣在于历史教育 所以我可能得问你一个有关这个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因为您在这个白云松采访您的时候 以及在上前几天在清华大学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都涉及到 您认为就是杜振胜周良凯他们所作的这个台湾历史教科书所引起的争议 您认为不足虑 为什么呢 您认为聪明的小孩子等他长大以后 他自己会知道 自己会获得这种民族认同和历史认同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 就是杜振胜周良凯以及这些台独分子 他们自己也是从小孩长大的 尤其在他们念书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一套系统的有计划的去中国化的一种这样的教材 那么他们变成了台独分子 您这样对小孩子这样的一种期待 我认为是一种放任自流的一种做法 您认为这种做法针对这种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 这样一种去中国化的过程 它会有效吗 我就问这个问题 好 谢谢你 我们常常被我们的经验 自己的经验所困惑 会以己度人 我们常常把台独当成一个反叛的势力 或者一个革命的势力 他们是反叛人物 或者说他们是革命党 我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里面 他自己是玩真的 所以像毛主席一家死了五口人 并且包括他在另外还有长征的时候丢掉的一个儿子 他真的那个局面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 鼠天牙一人骨肉几家能够 都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种经验 打天下的经验 使他感觉到 有人在台湾要打天下 有人在台湾要点天 有人在台湾天要下女 娘要嫁人 这怎么可以啊 所以你们就紧张了 我必须说 这些人 我都认识 陈学扁还跟我一起办杂志 是我的部下 不是下部 是我的部下 可是 他们我太清楚了 就是玩假的 他们是嚷嚷 觉得台独有市场 当然 有些日本人 大家在煽动 有知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没有台独问题 只有中美问题 美国人在撑腰 可能美国人在撑腰 也是历史反革命 而不是现行反革命 为什么 就美国过去跟蒋介石划沟 他有那种军事的关系 有合作的关系 有那种大吃小的关系 在我们跟美国人建交以后 那些老的关系 一时恰不断 所以今天形成这样 可是美国人也知道 不能够真的支持他们搞台独 所以台独今天嚷嚷半天 台独啊 你是总统 为什么不台独 你有行政院长 为什么不台独 你有执政党 为什么不台独 你有国会的办数 为什么不台独 不台独 为什么不台独 因为你是闹肿 你是玩假的 他是个假货 你要打他 打他个稀巴烂 干嘛 什么意思 所以我常常讲一段故事 大家听到没有 你们在毛泽东文集里面 在毛雨露里面 在毛选集里面 都看不到的一篇文章 在1920年9月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 写的一篇文章 他上面说 全中国各省都对不起我们湖南人 我们湖南要干嘛 湖南要独立 毛主席主张湖南独立 请注意 十个月以后 同一个毛泽东 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十个月他就想通了 不能搞地方独立 而要搞统一的国家 以毛主席那么英明 都要想十个月才想得通 台湾 台湾离开祖国110年 我们要不要给台湾同胞 一点时间 一点机会 让他想一想 不要动辄就讲 我要打他个稀巴烂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同学 可以做短情 非常容易进行吃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李奥先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于光中的一句话 他便说 越是天才越怕死 越是什么 越是天才越怕死 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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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莎士比亚是一位天才 他的蓝墨水 冲不淡 他对死亡的恐惧 今天我看见您 三千万字的李奥大全集 我仿佛看见一个据点的落下 我想问你 是您对生命的留恋 对死亡的恐惧 让您有这种动力 去写这三千万字吗 还有 当然我希望您长命百岁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书 我还看了你的李奥有话说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 与您在北大讲话的时候 有雷同 比如说 您提到了 埃森豪威尔 巴顿将军 麦克拉瑟 麦克拉瑟 这些在书上都有 请问这是您老板刘长乐 有安排呢 还是您真正成熟的智慧 可以信守拥来 谢谢 我的老板刘长乐 只安排了我这次回到祖国来 演讲 接下 到处白吃白喝 别的他安排不了 我的思想 方法 刘长乐老板 他太年轻了 跟我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们是通胆 我告诉你 刚才你说我怕死 是不是 就是你说我怕死 是不是 坐下来 坐下来 你从我文章里面看到我怕死 我的文章 用我十四岁时候写的文章 我现在七十岁的可以怕死 我十四岁怕什么死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我告诉你 基本上 对人生 我这个年纪 有某种重点的悲观 我不相信基督教 可是深究约全书 最后的启示录 第六章第八节 有一段话 他说 见有一匹 就看见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我告诉你 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 再见 谢谢 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校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个祖论秦上的故事 来赠送礼品给我们的梁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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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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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蹲着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感谢 感谢李遥先生给我们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讲 而且呢也非常犀利的回答了我们同学们的老师们的提问 那么今天我们赠送给李遥先生做纪念的 是我们为了庆祝百年校庆 弘扬人文精神 我们请齐鲁学舍印制了一部宣子的红楼梦全版 其中由我们张培恒教授写的序言 我们想在李遥先生接受中国文化之旅的前夕 我们送一本红楼梦给他 我们想还是很好的一个礼物 谢谢 谢谢 谢谢秦老师 谢谢各位 我本来以为你们送我的是金瓶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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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我们 全国南部都会社长联合 撰写的一部中华文化通知 因为 一共一半年一卷 太大 对对对对对 给你放在车子上 这是总部提 这个是 因为作为你今天做的 能文精神的演讲 我们是中华文化通知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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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送你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谢谢 不敢拿 谢谢 谢谢 这是大牌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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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每个书 每个书 每个书送的 请到 对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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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书 好 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 我会不会 请留 好 其他的部分 先送两本 其他部分 我会请凤凰电视台的 刘长乐先生 再转给各位 请大家多多爱看 李敖 大前级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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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现场的情况呢 就是台湾作家李敖 今天上午在上海复旦大学做的一个演讲 以及和复旦大学的校方互赠了礼物 稍后李敖还会参观一下复旦的校园 时间关系 以上呢 也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凤凰世界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待会 支持明镜与 별解放